欢迎各位议友全面进场 8月3号礼拜三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话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专机 SPAR-19号 在2号的晚上10点43分 正式降落了台北的松山机场 在10分钟以后 佩洛西一行人踏出了机舱 台湾的外交部长吴超洩 代表整个台湾政府前往接机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报道所说 有8架美军战机 从冲城的加首纳空军基地起飞 据说是为了保护佩洛西的专机 至于之前一直盛传 包括胡锡进都有份说 解放军叛飞专机的行为 并未发生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佩洛西的专机 已经安全地抵达了台湾了 可以说整个过程都是 无惊无险 无风无浪 为什么呢? 因为佩洛西的专机 是采取了迂回的路线来到去行驶的 在晚上的时候 最高峰的时候 有超过50万个网民 是上网实时追踪佩洛西专机的轨迹 场面都相当虚陷的 后来 重山机场的媒体直播 也都有很多网民来到去收看 很多人在网上边 迎接佩洛西前往台北的 这一架SPAR-19的专机 在下午3点42分起飞 路线不是从吉隆坡一起飞 直插南中国海 然后飞去台湾 因为这样就会路径一些巨争议的海域 空域 于是乎 那架专机其实 就是先向东走 洗经新加坡 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然后再经菲律宾的东南部海域 东边的海域 一直从东边过去台湾 在宜兰那树插入台湾本岛 再在桃园U-turn 最后在台北的重山机场降落了 故此专机其实既没有触及南海 也没有触及台海 大陆方面 就连佩洛西的专机的机尾灯都看不到 更加不用说怎么去叛飞了 因为航行路线就是绕过大陆可以控制到的范围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报道所说 在8月2号晚上8点多钟 美军有8架战斗机 5架空中加油机 陆续就从驻冲城的加首纳空军基地那处起飞 向驻冲城的南方飞行 报道就说 这些战机 据报就是前往执行 佩洛西专机周边的警戒任务 即是帮佩洛西保驾护航 确保得到万无一失 虽然都是定过台游 但是现在给多8架战斗机护航的时候 更加是没有机会出事 好了 途中其实佩洛西的专机 也都并没有遇上到任何的拦截 或者是一些危险的事故 虽然航行的路线比较迂回 用的时间也是长一些 3点多钟出发 10点差不多11点才抵达 即是7个钟头的时间 但是你绕过了很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行程都算是合理的 起码就没有任何的阻碍 根据最新的消息就说 解放军的苏35战机 是穿越了台海的中线 这个就是来自央视的消息 到底有多少架苏35战机这样做呢? 暂时不清楚 只是说有战机穿越台海 到底表示什么呢? 其实佩洛西的专机已经降落了 可能是一个事警的作用 段估就应该不是说 握着一部战机一起去变捷 应该没那么戏剧性的 英国的金融时报 就引述了大陆军方的消息 负责南海和一些和台湾有关任务的 解放军南部战区军事单位 已经进入了高度戒备的状态了 他们有引述台湾的军方官员消息说 在昨天的早早 即是8月2日早早 几架解放军战斗机 是飞到台湾海峡中线附近 这个举措就是为了提醒台湾当局 大陆的空军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抵达台湾的 即是一个警示作用 告诉你 你不要这么得戏 在福建那边飞过去台湾 几分钟就到了 现在在台海总线那里 先兜着 先打转 穿越你 接触了你的中线 再回头又接触 就是告诉你 大陆是有能力的 只不过现在这一刻 不去打你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怎么也要做一些军事的回击 所以我们刚才也有说过 大陆所说的军事回击 大概就是这些 飞越台海中线 还有这个苏35战机穿越台海 这个我想已经去到一个 暂时的极限 就不会像胡锡进那样说 是飞越台湾本岛的上空 我想这个暂时不可能 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 等同于又开战 这个是会触发到台方的防卫机制 会将那个战机击落 是不会出现这件事的 暂时 因为其实都没有一方是准备好 要打仗 只不过就是说 佩洛西到访台湾的行程 是触发到一连串的 骂战 嘴炮战 那这个就真是战了 口水战 现在不知战完没 不过 但是这个苏35战机 就是刚刚公布消息 说穿越台海那架 大陆的解放军战机 我想他那个作用呢 就是拿美彩居多 那既然佩洛西的那个 专机都已经抵达了台湾了 他都走出来了 那大陆方面都要做些事情的 那他所做的事就是苏35战机 穿越台海 但是我相信呢 这个举措 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说呢 就并不构成一个威胁的 纯粹又是视警作用 示威 告诉你们 你不要这么得戏啊 这样 好了 台湾的媒体就说 解放军有多架千十六的战机 是飞入了台湾的西南空域 而台湾的空军幻影战机 京国号战机 就有升空进行警戒的 那都是那些戏码啦 对不对 其实大陆那些解放军战机 时不时都环绕 台湾本岛那个空域来到去飞行的啦 那现在只不过呢 就叫做是变本加厉 加强了那个力度 飞多一点过去 然后又弹出来又飞一下他这样 那就好过说隔着海射野的 那现在起码碰到了 隔空射野就很空虚的嘛 碰一碰他 又缩一缩 碰一碰他这样 那感觉上就叫做是着实点啦 虽然佩洛西的那架砖机 其实就在台湾的东边那处 航行插入去的 就不是在台海那边的 所以在台海那边你搞什么呢 其实对于佩洛西的那架砖机 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好了 佩洛西就将会在明天 睡醒之后 就会有一些行情啦 到底是不是真的会见蔡英文啦 或者是见一些民运人士 那样啦 那明天就会揭晓这个行情啦 但是 台湾方面呢 现在就非常之欢迎他的 台北的101大楼 甚至乎是点亮了灯 就写什么呢 感谢民主自由 坚定支持台湾 美台友而永固 共为世界秩序 写光灯出来 弄点字幕 欢迎佩洛西 当然就有英文的版本啦 我讲了中文那个出来啦 好了 相信佩洛西不单止是会平安抵达台湾的 那他在完成了在台湾的行情以后 也都是会安全地离开 前往下一站 那应该就是日本啦 那这次呢 当然啦 有赖于大陆 哇 坚持住和平的手段 他没有是动武的 之前就讲到 包括胡锡进在内啦 是不是呀 哇 提升到一个非常之高的层次 实牙实耻 又说伴飞又成 总之都是保持着克制 所以这个呢 就是管控分歧了 故此呢 我就相信了 大陆方面所提及到的军事回击 大概呢 就是这样了 不会再有一些进一步的行动 避免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节外生枝 现在最重要的大陆就是怎样呢 领导人要巩固自身的权力 是要进入新一个的任期嘛 就不是说要走去打仗嘛 所以呢 我想就不会打 也都不会说 佩洛西一轮转背又走去打 不会的 但是呢 反而就会采取多方面的反制措施 进行报复 比如说在外交上边 发表一些非常之强硬的辞令 来到去强烈谴责 佩洛西这些的行为 或者在经贸上边 对台湾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 比如说昨天就做了啦 大陆的海关总署 马上就禁止了百多种的台湾食品进口 这些就是一些的例子 大陆会在其他方面作出反制 军事上边我想差不多了 那不是你想去怎样才行的 难道这一刻真的走去武统吗 很多东西都没预备好嘛 更何况有些人看见说 哎呀在厦门那里有解放军集结 准备是操过去啦 这些人都在发梦的 喂 厦门那些的解放军集结 那些是陆军来的嘛 怎样冲过去台湾海峡啊 这些人都不用一下脑子的 那而且就算美国你说他要保卫佩洛西那架专机 那他又不会在厦门登陆的嘛 那所以那些就叫做做个样子出来 啊 摆个强硬的姿态 这个就肯定了 那但是是不是代表说要杀过去台湾呢 我想不是在现在这一刻做的 就算要做的话 是吧 好了 那最后呢 我们又看看大陆方面的回应是怎样了啊 那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指出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 那他的红线和底线是一中原则啊 美国有些人 在台湾问题上面不断挑战中国的主权 涂空一个中国政策 甚至蓄意在台海制造时端 中国人民对此绝不会接受 国际社会也都会对这种无端的挑衅 痴之以鼻 哈哈哈哈 那不知道他那个国际社会 和一般人眼中那个系统不同啊 是不是啊 其实如果在西方社会来说 他说啊知你嘛是不是啊 你佩洛西访不访台 其实在外媒那个的 报道篇幅里面不是那么多的 说真的 但是在华人社区 在华民的传媒里面呢 就放在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位置 就是外媒当然呢 都是一宗重要的消息 但是就不是好像 华民传媒那样 哇 铺天盖地地来到他说的 你说别人会不会对你痴之以鼻 我想很多人啊 住在外国的根本都没有感觉啊 是不是啊 关于他屁事吗 人家外国人对于什么有感觉啊 对于超级通胀是有感觉的 对于买菜的价钱贵了啊 或者是这个 燃气的费用啊 电费啊 入油的费用贵了啊 是有感觉的 你对于佩洛西访台 这一般的外国人 有什么感觉呢 怎会痴之以鼻呢 啊 直接都不理你了 黄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 并且在访问中亚之后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就着台湾的问题呢 是展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黄毅就强调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 背信弃义 令人不似 只能够使得美国的国家信誉 进一步破产 哈哈哈哈 美国的信誉破产啊 哇 那你大陆小心一点 你呢就是 因为大陆呢就是 手持住 最多美国国债的国家来的 就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哇 你如果说美国的信用破产 你忍住啊 他不允钱给你 你小心 他说美国的信誉破产 那中国的信誉又怎样呢 当然是坚如盆石啊 是不是 中国一向有信誉的 文件 历史文件来的 好了 美国的政客就只顾一己之私 公然在台湾问题上面玩火 与十四亿的中国人民为敌 就是半十四亿中国人民 放上台了 决不会是有好下场的 美方的霸凌嘴念暴露于世 只能让各国的人民愈发看清 美国才是当今和平的最大破坏者 中国就是当今和平最大的贡献者 都可能是 因为大陆经常哭打哭杀 到最后呢 都是不会做的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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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